大家好,曼城真的冤枉來就瘟疫去 贏了阿仙奴,打和回森林 阿仙奴就贏了阿士東維拉 曼城又沒有綁手,分數又拉開兩分 還要是打多一場,即是阿仙奴贏多一場 分數又會拉開五分 贏了阿仙奴,但贏不到森林,意義就不大 而且今天絕對是輸哥迪奧娜 最搞笑的就是上一次冠軍爭奪戰賽又平之後 有某一個曼城球迷留言說 我不應該說到曼城贏球是靠阿仙奴送禮 阿仙奴送禮其實因為哥迪奧娜的部署空有成竹 甚至說那場是哥迪奧娜今季的代表作 我的回應就是連哥迪奧娜自己賽後訪問都承認自己玩的實驗 是搞到上半場很差的 某個曼城球迷還敢說哥迪奧娜的賽前部署是代表作 連自己的教練說過什麼都不知道 很明顯哥迪奧娜的部署是不行的 冠軍戰贏是贏曼城的心理 是贏曼城球員在英超習慣了拿英超冠軍 打到冠軍戰就沒有壓力 打英超重要賽事是穩定一點的 你可以看回曼城球員沒拿過歐聯冠軍 打歐聯四強就送禮 一樣的 阿仙奧這班人沒拿過英超冠軍 打這場球就有壓力 送禮 阿仙奧之前有些大戰是沒有送禮 因為之前那些不是冠軍爭奪戰 何況阿仙奧球迷始終都是年輕 一向來不來都是不穩定的 普通的賽事都會送禮 阿仙奧比爾常常都是這樣的 有看過金貴的賽事一定知道 有時不用怎樣壓迫都會自己送 沙尼巴也是 你可以說哥迪奧娜看中了這班人會送禮 但這種方法是守珠代兔 如果對面沒有犯錯 哥迪奧娜的曼城就要有後續的進攻力 但曼城是沒有後續的進攻力 送禮之前一腳射門都沒有 沒有的是送禮物給你才有第一腳射門 大腳勾上去連連接快攻都沒有 沒有這份速度 就是沒有速度才要對方送禮 才贏 這個邏輯很簡單 所有人都知道有壓迫才會有送禮 直接說這句說話做評論 這些只不過是基本的因果 要解釋核心的原因 你才做到一個有層次的評論 有層次的分析 例如熱刺那場他成功壓迫曼城令到洛迪送禮 這個是片面的因果關係 核心的原因是曼城三後衛不夠人後場猜球 後防線所有球員他不可以選擇交 他只可以交給龍門或者交給防守中場 當時的路易斯 所以才會導致洛迪沒有選擇 所以不可以只是說熱刺有壓迫就說完 你不說核心因素不說核心原因 是低級評論低級分析 去到冠軍則奪戰 曼城壓迫阿仙奴 導致富安健陽送禮 當時富安健陽有廣闊的傳送路程和空間給 守門員也有直接踢出界的機會 但是他是直接交到迪布尼的路線上 而阿仙奴已經打四個後衛 基本戰術沒有問題 所以核心的原因是富安健陽自己選擇有問題 不可以只是說有萬城壓迫就說完 不說核心原因 就是低級評論低級分析 你只要壓迫 冠軍戰下半場 萬城球員根本沒有逼到遠心 都是封路線 加比爾同樣有廣闊路線交給龍門 但是他都要交到小思華的路線上 所以核心的原因就是加比爾自己選擇有問題 就不可以只說萬城有壓迫又講完 不說核心原因就是低級評論 如果你要萬城的壓迫部署是核心原因 那你就要看到阿仙奴球員在沒有選擇失誤的情況下 萬成依然利用到壓迫,直接搶到阿仙奴腳下球 再打到個直接的反擊進去 而不是要人家直接交球到你那條路線那裡 就算再對比二次那場的壓迫 洛迪都不是直接交到賀治比那條壓迫路線 洛迪是交到路易斯那條路線那裡 這樣才能壓迫 所以二次的壓迫其實是重金屬過萬成的壓迫 那怎能夠只是說阿仙奴送禮就是靠萬成壓迫 況且萬成一向打大戰都不是靠這些重金屬的壓迫 是靠自己的組織,拆過半場再打快攻 或者封對方後場拆球的路線 等對方安全大腳勾上去之後,萬成後防球員撿回球 就慢慢再組織,再破密集 強隊是要靠自己來的 你得到對方的送禮這些只不過是bonus來的 而當日萬成是自己打不到快攻 亦都破不了密集 反而只能獲得bonus 那為什麼某個萬成球迷可以說是哥迪奧納代表作呢 大家明不明白 如果要等對方犯錯這些bonus 那這些只不過是次等的戰術 萬成如果能夠今季的戰術是很好的話 根本就不可能長期被阿仙奴排第一 萬成後備力量 只是說上半季怎麼都好過阿仙奴 但是今季這個上半季 萬成是玩太多亞軍模式 尤其是當時還有簡色路都是這樣 所以才被阿仙奴上去 誰人都知道阿仙奴上半季其實都不穩陣 下半場是脫落的 誰知道萬成那邊脫落更加多 所以根本就是萬成今季自己踢得差 哥迪奧納雜無龐態 我怎麼可以大力稱讚哥迪奧納和萬成 我怎麼會只是為了萬成球迷開心而去做低級評論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做這個評論從來不會說要討好某一隊球隊的球迷 基本上我甚至是不停得罪所有不同球隊的球迷 其實如果我只是集中討好其中一支球隊的球迷 用了我的足球理論 我的頻道訂閱數一早就翻了一倍有多 但我不是這樣做 為什麼 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簡單單單這麼容易做低級評論 我只是要有理性思想的聽眾 Patreon 那些會員很明顯就理性得多 看完森林那場之後 他們就說 再一次肯定了我冠軍失奪戰 蔡侯平的說法 其實他們懂得欣賞我理性才會付錢 就像Beyond那樣 他們是要求聽眾有taste的 你們演唱會亂叫亂叫亂叫 家區不會唱的 如果Beyond他只是專注做商業的歌曲的話 一早就打沉了那些偶像派 人家Beyond就覺得無聊 沒有挑戰性就不敢做 他不會做主流的商業音樂 Beyond要玩革命 你明白嗎 所以我就不會看到曼城贏球就稱讚 基本上很多球隊贏球我都未必會稱讚 真的要贏得有說服力才會稱讚 哥迪奧娜的部署和思想就是今季欠缺說服力 如果他今季的思想是可以的話 成績又怎會那麼飄忽 靠球員的努力和心理贏阿仕奴 但球員永遠不能說同理下下出盡全力喝奶力 對著森林那些 你就用戰術幫助球員 戰術是可以的話 早就贏了很多雙兵困擾的森林 怎會搞到一路領先一顆 最後就被人追回 戰術部署有事 哥迪奧娜繼續三後衛 人家心臨已經是完全沒有高興壓迫 完全沒有引發到三後衛後場猜球不夠人的問題 就你萬成來打 哥迪奧娜都是自己玩殘自己的 部署嚴重失當 剛剛打完冠軍戰做完壓迫 體能極度受損 只剩幾天時間休息之後還有勾聯 今天只是輪換兩個? 你說不夠人輪換我就說你必然要輪換夏蘭特 剛剛復出 對阿仙奧那場要接任這麼多高球 還不停都是輸的空中優勢 很差 根本就很辛苦 一路打下來都沒有狀態 接下來還要打歐聯 為什麼今天不讓艾華利斯正選呢? 預測的時候我都說 是要輪換9號給艾華利斯正選才有贏球條件 但是哥迪奧娜逼這個夏蘭特繼續打正選 47分鐘龍門大腳勾上去 根本都不是他頂贏 是人家頂得不好送了一份半禮物 給這個萬成打快攻 就是科登單刀不夠狀態失平衡那一球 當然夏蘭特狀態一樣更差 逼他打正選 他就在龍門前面連番錯失黃金機會 又中微又炒飛機 那些人一定會怪他 那我就說是哥迪奧娜沒有妥善保護他 輪換他休息他 講到進攻戰術 冠軍爭奪戰的評論都講到明 萬成進攻力很有問題 是靠人家送禮送條線下去 靠人家就是自己不夠進攻力 今天森林其實都有送禮 就是64分鐘跟虎翁健陽一樣 今天森林中堅又是舒沽寒 不解圍 控掉了球 送了份禮物給這個夏蘭特 夏蘭特見到有少少接觸 就選擇 就是淚入禁區跌低 喂 搭一下肩膀 衣服都沒有拔 在英超這麼少接觸 就很難會有12碼 那夏蘭特就是不夠狀態 不夠信心 他才要搏12碼 那就累了 累了你都堅強 給他打正選 對吧 還有就是夏蘭特拒絕接受這份禮物 就贏不了 那就是說你要接受禮物才贏 阿仙奴 靠禮物贏 今天曼城不要禮物 只剩下什麼 軟射 扯雞 就算你說夏蘭特 扯雞還沒炒飛機欠缺運氣 我就說你讓他進去 贏了一場球 又是靠軟射 扯雞 這個是今季曼城的通病 是靠軟射扯雞 即是邊線那邊突破力弱 落底線能力比以往冠軍球櫃差很多 即使今天有年輕的科登打正選 但是曼城整體落底線 以及入禁區底線地波全中能力 都是比以往的球櫃很多 哥迪奧納今天唯一做得好一點的輪換 用科登打正選 右邊速度就好了 今天有幾次突破 都是靠科登 7分鐘 17分鐘 36分鐘 全部上半場來的 都是可以被歸勒為 利用科登拉右邊產生的一個破密集組織 但是曼城今季的中場年紀大 大大影響了 插入禁區底線地波全中的質素 這個其實也是間接跟最近不停玩三後衛有關 打三後衛即是要打多些中場 連小思華有時候都要拉到左閘位防守 中場那邊就變成用多了人 少了輪換空間 而中場消耗大了 也年紀大了 那你繼續加重落底線 這些地波全中的速度 這些能力都下降了 你說哥迪奧納今季昨天三後衛是不是很嚴重 那根隊記者都有陳述 就是哥迪奧納現在是要求這個科登 不要那麼多落底線 要多些控制我波進中路找這個夏蘭特屈基 過度依賴夏蘭特 終於繼續證實連他們隊中的根隊記者 都認同我九月份所說的觀點 以前曼城拿英超冠軍是靠突破落底線 禁區底線地波全中必入球 今季曼城面對密集少了 做這些事情 集中在中路突破 只剩下軟射撿雞 今天尤其是下半場 所以下半場就是這樣 入不到第二球球 是很合理的 部署戰術已經頑皮 臨場調動還得一口笑 不讓人絕平也不換人 還有就是堅持著三後衛防守 最後被人追回了1比1 失兩分 小思華打左後衛始終是實驗性質 就是被人入球過程當中 他就無緣無故飆上去 留了看自己右邊的位置 立即變回三後衛有前不後被攻 人家就立即有大批空間 右邊走廊去 因為你三後衛 兩邊沒有人守 入到禁區地波全中 必入球 見到另一邊沒有右後衛 兩邊都沒有人守 三後衛有前不後 失兩分 以往萬城正式打四個後衛 很多時候都能夠保持零失球 這樣贏1比0 奪英超冠軍 以往的球鬼就無可避免 有時都被人攻一攻 但是有正式四個後衛是頂得到的 零封對手 但是今季三後衛這一場 幫偶然被人攻一下 就糟糕了 立即跌回兩分出來 三後衛後場猜球 我輸給熱刺三後衛 防守 贏不到森林 還想重複幾多次 哥迪奧 你說吧 其實今天一直入不到第二球 拿不到保險球 去到70分鐘 就要透過調動 轉回四個正式後衛 就是了 小思華無論狀態多fit 都好 連續四場打正選 還要不停覆蓋 左後衛中場位置 你想著他可以頂到幾多場 幾多時間 還有 森林入球之前 夏蘭特就是不夠體力壓迫 搞到幾天利殊要幫他入中間壓迫 才搞到左路 防守路線很少人 小思華負荷過大 小思華夏蘭特 一早就要拿走休息 70分鐘就要調動 一Q直都不調動 才被人絕殺才調動 這些是什麼東西的臨場應變 今天很多正選球員 其實遲些要打歐聯 為什麼不調動 慘就慘在 有某些萬城球迷 還以為哥迪奧拿很厲害 他還沒走回阿摩的時候 是厲害的 差過半場才變形 有幾年前 幾年前我不能稱讚他 英超冠軍 我都說他們實至名歸 你不要說財政公平 OK 之前也試過有一季 他曾經有一兩場玩過三後衛 立即不行 都立即不做 當時他都懂得反省 但今季他沒有反省 三後衛玩到破壞了 都還是要繼續玩下去 真的不夠後衛用嗎 艾基、阿簡治、路易斯、高美斯 高美斯不夠你買的 路易斯他不變形 打在邊線 挺好的 是哥迪奧拿一早玩變形的戰術 玩死了這條 就是有前途的年輕球員 戰術如此有問題 今季還要不停走火入魔 如果某個曼城球迷還要這樣去盲撐他 麻煩你想清楚他 是不是天真到 哥迪奧拿這樣的表現都要我讚 盲撐哥迪奧拿是沒有作用的 其實我是有很多東西爆發的 不過我發現某些人不喜歡 不喜歡我就廢話在Youtube爆發了 Patreon才爆發 到時就爆得更便宜 如果你都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 就很幫到手了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也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 7元美金的話 就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有了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蔡侯平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若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 你可以安裝一個拍著照 即是Tap &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